哈喽大家好,我是刘二手 今天呢,咱们见个豪江吧 跟大家分享一个我 作为一个12年的一个老哥 就是在豪江旅游了12年一个老哥 依旧能保持水上的一点点心得 有些人呢,就有吹牛 就是很多人呢,别说12年了 可能一两年,就在那儿就彻底洗白白了 确实是,因为包括一些身家过亿的一些老哥呀 就算你有一两个亿吧 一两个太阳 如果你长期去澳门旅游的话呢 一两年,差不多也就这样了 也就白了,彻底白了 但是我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深耕 其实怎么讲呢 这个,有没有职业玩家呢 有,我可以百分之百肯定告诉各位 绝对有 你做不到不代表别人做不到 就好比我们,每个人都会跑步 但是人家有的,人家能得马拉松冠军 对吧 我们每个人都会说话 但是人家郭德纲也说话 人家靠说话成为了相声大师 人家身家过亿 人家就靠说话挣钱 对不对,你琢磨这个事 对不对,他说相声不就是在说话吗 你也会说话,我也会说话 那为什么郭德纲人家靠说话 人家能挣那么多钱 人家成为明君 对不对 所以呢,我想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人生啊,大刀至简 好多老哥啊,把很多问题搞复杂了 一天哪,那又谈谈打法吧 又谈谈心态吧 我想说的是,你的脑容量没有那么大 懂吗 你就好比一个手机一样 你就256G内存 您非得存两个T的东西 那你的脑子能受得了吗 对不对 其实呢,我们不用去再研究那么高深的东西 我们就把自己现有的这些知识 给他深入的去挖掘生耕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就像刚才我说的那个 你也会说话 我也会说话 郭德纲也会说话 但是人家为什么靠说话 人家能成为大师 人家能成为明君 人家能挣那么多钱 咱们为什么不能 这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这个意思你再拓宽一点去说 你也会写字 我也会写字 但是有的人他靠写字 他成为书法大师 一幅画,一幅字画 卖好几个W 甚至几十上百W 对吧 你也刷手机 我也刷手机 对吧 咱们天天很多人都在刷手机 但是人家有的靠刷手机 人家成为了影评家 专业影评家 专业影评师 人家就靠刷手机 人家买车买房 当影评人嘛 对吧 人家这种高级的这种 专业的影评人 人家一年百八十个W的收入 甚至更高 对不对 所以呢 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呢 你不用去拓关你人生这个宽度 就是你老自我否认 自我否认就是说 我的知识量不够 我的文化水平不高 或者我哪能力不够 不是这么回事 是你把你现有的东西 给它深耕 深入的去挖掘 给它挖掘到一定极致 你不用再学习新的东西 你就可以成为这个 就跟我说的是 你也会写字 我也会写字 那你就把字写到最好 你成书法大师了 你就是这个 对吧 现在年轻人 基本上大多数人 每天都刷手机 你就刷成领评人了 对吧 你就吃喝不愁了 对吧 你不用再额外的学习 那么多高深的东西 对吧 所以呢 很多时候呢 我们很多老哥呀 把很多东西想的 看的太复杂了 尤其有一些时候 一些老哥直播的时候 然后有的人连麦 他们在一个直播间 什么着 一块聊天的时候 我一听这都什么呀 这都说的太 云里雾里的特别腐败 所以呢 作为红蓝这个游戏呢 咱们大刀至简 大刀至简 我还是那句话 作为一个老哥 我心里头有一个 无论做人做事 都有一个心得 这个心得适合于任何一个行业 叫打一米的宽度 打一千米的深度 你不用说 就是就跟打井一样 你打一个一米的宽度 但是你打一个一千米的深度 你不用狗懒八滩屎 我们北京人叫狗懒八滩屎 就是一下脸那么多的事 然后狗懒八滩屎 泡泡舔不尽 就是一下弄了好多事 哪个事都干的不专业 干的不好 最后还干了很多 把自己搞得特别累 最后还出不了什么成就 玩红蓝 这个游戏 无非就是看路看人 你就这两个突破口 对吧 你看路 人家既然弄个显示屏 可以让你随便看了 就说明这里头没有什么玄机 它真正的玄机 它一定不会让你看 对吧 所有那些研究路数那些人 我觉得就是选错了方向 所以说呢 我觉得大方向应该是人 因为在中国也好 其实在全世界哪都一样 你的所有成就都是搞定了人 对吧 你哪怕就是说我今天坐在这 有很多人认可我 听我说 那不是什么原因 那不就是粉丝多吗 人 大家愿意捧我 愿意听我说 对吧 等于说就是我搞定了人 对吧 包括你说你想找个工作 对吧 你比如说你找个工作 除非你说是去搬砖 或打螺丝 你但凡你想找个 稍微好点的工作 那你不需要人际关系吗 对不对 你作为老板来说 说你谈下一个客户来说 你不是就是搞定了这个人吗 其实我们挣了所有的钱 都是我们搞定了人去挣来的 啊 所以呢 在玩红蓝这个 就这个方向上呢 我们还是要搞定人 对吧 那么既然方向决定了 已经定下了 说玩红蓝的时候 我们去搞定人 然后 他的逻辑是什么 我们听说这么一句话叫 小才靠琴 大才靠命 对吧 我前两天听一个 就是说在这个 厅里头做公关 这么一个主播说呀 他说他做公关十年了 啊 然后呢 他说 他也看过很多 经历很多 有没有靠玩这红蓝 就是赚了几千个W 甚至一个太阳的呢 有啊 但是他总结下来就是命 就是说你玩红蓝啊 你要说想红个几K 或者几个W 甚至几十个W 你靠运气是可以做到的 对吧 而且很多老哥们 曾经已经做到过了 对吧 但是你想红到几百几千 W甚至一个太阳 那是靠命 对吧 那既然这个逻辑 是吧 我们 自己命运改变不了 我们可以借运去改命 就是我们用我们的眼睛 去发现谁有这个命 然后我们呢 去抄作业啊 然后通过改变我们的运 去改变我们的命 是这么一个逻辑 其实你抄作业就是在改运啊 通过改运去改命 就是这么一个逻辑啊 所以呢 这里头再继续细挖呢 就是说你需要去发掘一个 好命人的这么一个眼睛 你要有这么一双慧眼啊 走到那个中场里边了 今天谁能红 你要能分辨出来 看出来 然后呢 你去跟着他一块抄作业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活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活 反正 你每天 这个场子里头总会有人红 对吧 就是个 玩红蓝的老哥里头总会有人红 对吧 你把他找出来 然后跟着他一块去推 就这么个活 很简单的一件事啊 所以呢 就是说我提倡的这个明灯打法呢 其实就是 就是这么一个逻辑 就是这么一个逻辑 所以呢 呃 今天为什么要说这些呢 就是说我把这个逻辑 把所有的这个底层逻辑 都给大家讲透了 然后接下来呢 去讲我之前这些经历呢 大家才能明白 去听的透彻啊 也为所有今后 想去豪江去玩 做游戏的旅游的啊 以前没去过即将想去的人呢 去打开一个正确的方向跟思路啊 其实是这个意思啊 其实呢 这个东西 我讲的这些东西呢 不仅仅是极限 菊渐于豪江啊 你在平时日常生活中 只要是说你能把人参透了 那 你就可以说是无往无利了 啊 所以呢 呃 我也希望通过我接下来的视频呢 能给大家在 人生啊 与整个生活各个方面领域 也能够带来一些启发 呃 所以呢 呃 就说这么多吧 啊 再说一句呢 就是说我呢 也不是什么专家 我也不是什么能人啊 我就是一个小老百姓 文化学历呢 小臂啊 小学毕业啊 呃 所以呢 能在这儿录视频 能成为成为各位粉丝的后爱呢 我 怎么说呢 一直感觉受宠落惊吧 啊 呃 所以呢 今后呢 我就是尽量的去 多跟大家去分享 分享我的一些心得 一些体会 啊 以及一些对于心态的把握呀 比如说筑马孙佩呀 还有这个 一些具体的什么 去识人观像呢 这些方方面面的 我都去 慢慢去跟大家去聊 咱们一块多交流 多分享 好吧 今天的视频呢 就录到这儿 拜拜 拜拜 好 感谢观看